蓝白河有谱了吗 资深媒体人吴子佳 节目上大爆料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已经跟柯文哲开始进行对话 根据我最近的情报的了解 朱立伦跟柯文哲 确实有开始连上线 有沟通了 所以朱立伦私下 有跟他的关键的同僚讲 反正时间还早嘛 11月20号之前 再来搞白蓝河还来得及啦 放心 我听到好消息 11月20号 只有一组人会出来选 大爆国民党跟柯文哲 11月只会有一组人马 登记选总统 蓝白河难道真的有谱 会不会蓝白河侯友宜不松口 但下架民进党 似乎成了全民最大共识 根据网络最新民调 超过10万人投票 有80%民众 对蔡政府七年执政 非常不满意 感到满意的跌破一成 只是侯友宜 大选民调暂时落后 蓝营谢龙界拿去年对战 黄伟哲当借禁 米蓝党电视副 你不知道他做我几次 我在选市中 七月做一次 黄伟哲61.5 吃两个14% 几次来多少 我几次来43.8 对风48 差一点点 民调可以参加啦 一想到郭台铭出选两次都输 两次都翻桌不认账 谢龙界火力全开 不然你们不能处在比赛 拔手叫要再拼桌 一次就很惨烂 四十一次 现在又要一次 我跟你说 我说话 是很不客气的啦 看得到人家 希望郭董早一点回家吧 民进党执政民怨冲天 如何下架贪腐政权 蓝白领袖得慎重考虑 记者黄义军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